真的是好心有好报 有一名Uber司机最近在来台寻亲的乘客 但是对方在淘机下车之后 就忘了带走亲人的遗物留在车上 于是呢 这名好心的司机从新北市三重 又再赶回桃园机场 赶在乘客离台前夕呢 顺利的把物品还给他 而这个乘客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 就送上了3000元港币制限 折合台币大约是1万1000多元的小费 晒出三张千元港币 这意外的惊喜 可让Uber司机好压抑 兑换成台币后超过1万块 万万没想到这小费金额 全都来自一位外国乘客 司机在脸书上有感而发 还原事发经过 表示他载到一名跨海来台寻亲的乘客 结束台湾旅程后要去淘机 没想到乘客下车却遗留 忘了带走的亲人遗物 司机发现后已经离开淘机 后来才赶紧再赶回去 把东西还给乘客 结果乘客回赠的这个大礼 让他太意外 当下我可能觉得说 应该可能是跟台币1比1的这样子 我也是跟他讲说有太多了 他就说这东西对他很重要 他也没发现 当时司机是从新北三重 折返回淘机大约40多分钟的车程 抢在乘客上飞机之前把行李贷交还给对方 事后再打开Uber App 才发现他除了给上万元的小费之外 又加码付了这一趟车资1237元 开Uber应该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台湾人比较没有这种习惯 给小费的习惯 对所以说实在 这还让我真的蛮惊讶的 没想到对司机来说 举手之劳的事情却被乘客以大礼制限 借新北市综合报道